阿卜特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说 他收到举报称 这处居留中心内有儿童受到性侵 此外居留中心内人满为患 伙食供应短缺 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大量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儿童 与未感染儿童之间没有采取隔离措施 引发外界对儿童身心状况等方面的担忧 阿卜特说 这些儿童的遭遇是拜登放宽移民政策所致 联邦政府对相关政策 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缺乏预判和应对策略 导致美墨边境成为未成年非法移民的噩梦 他呼吁白宫立即关闭这处居留中心 并要求德州公共安全局 对有关虐待儿童的指控展开调查 拜登上台后 放宽了上届政府的一些移民政策 随后美墨边境非法移民 尤其是未成年移民人数激增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仅在今年三月 美国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 就扣押了超17万非法移民 创美国20多年来单月最高记录 其中约有19000名 是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 上个月30号 有媒体披露了美墨边境 一处非法移民居留中心内 大量儿童拥挤不堪的生存状况 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美墨边境再度涌起的移民潮 美国共和党人将问题归咎于 拜登政府放松移民政策 认为拜登承诺取消 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一些强异政策 导致越境移民激增 酿成危机 拜登政府则将移民潮 归因于非法移民来源帝国的 贫困暴力和腐败 疫情冲击及特朗普政府的举措 无法移民 不忍 诺